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2号晚间正式抵达台湾 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及反弹 两岸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大陆官媒央视新闻也在微博po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照片 许多中国艺人都表态支持 而欧阳娜娜也被发现 在裴洛西抵台的一小时后 就立刻转发了该贴文 并用标签的方式强调 只有一个中国 后面陆续有不少台湾艺人也跟进 杨澄霖在3号转发贴文 立刻被网友大赞一场明确 之前也发过中国国庆祝福祖国的帖子 或是为疫情和天灾捐款的文章 底下留言刷一片 更正苗红杨澄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另外还有最近上节目再度爆红的王心凌 一开始没有转发贴文遭到网友抨击 后来也马上跟进转发 刘更红更在文中写下 前阵子刚好带孩子回浙江老家探亲 让孩子们认识亲人和家乡的模样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中国媳妇女婿 陈妍希、吴奇隆以及王大陆、汪东城、陈奕儒 麦冠林、陈立农等人都加入表态行列 香港艺人方面 阿沙和阿娇、陈小春、陈伟婷、龙祖儿等都有转发 此外香港出身移民美国的天后李文 更特别发文写下 中国人要团结 不要让外人感涉咱们 被网友封为是爱国天后 反观台湾网友对此是不以为意 在PTT上留言表示 本来就只有一个中国啊 一个台湾、一个美国 这样说也是没错 幽默地认同这句话完全没毛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